一个人很干净 如如不动 就是你的法神 表面上如如不动 实际上你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就是如来如去 有来有去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你表面上停在红灯上面 你说我现在车停在红灯 没有让我开过去 实际上你得到更多的自由 因为绿灯了 你就可以马上走了 如果你在红灯上 你硬要闯过去 被人家车撞了 你说你接下来自由就没有了 所以要懂得守戒 一无所来一无所去 做人有的时候就像 我来过人间 又没有来过人间一样 我学过佛法 又像没有学过佛法一样 一切都是平静的 一切一无所去 因为一无所来 有了也像没有过一样 没有过又像有了一样 无来无去 那你才能一切如鲁 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家里 因为夫妻之间 讲过一句不好听的话 你一直放在心中 你就是有来了 因为你把这句话记住 你一直不开心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只要把这句话记在心中 你跟他不能和平相处 你不能跟他有友好的交往 所以真正的无来无去 一切如鲁 是不要把一切的无常放在心中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恒在常住 不变异 也就是说 我们永恒的常住 把佛性常住在心 不去变化 那你就是碌碌不动 有些人懂道理 他不跟你讲这个对那个错 因为人间的对错 都有每个人自身的理由 你进入了对错 就是进入了是非之中 你就慢慢地会 沉迷在是非当中 而不得解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